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网站显示出 截止到今年的12月19号 深圳、福建、山东、广东、浙江、厦门等口岸检疫检验机构 相继从12批的54.5万吨的美国蔬华玉米当中 是检出了含有未经我国农业部安全批准的MIR162转基因成分 那各个口岸的检验检疫机构 已经依法对这12批的54.5万吨的进口美国蔬华玉米做出了退货处理